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珍宜知道吧 知道 我看过非常多的摄影大哥 常常在公司会操控它 对 因为很多人也会买 因为它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从手机只能平面嘛 顶多这样角度 但是它可以从上然后飞飞飞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好但是这个无人机呢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品牌 叫做大江 它有一个缩写叫做DJI 好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玩无人机 那我对无人机有印象的就是 乌尔战争用无人机来攻打 或者是上次我们不是有一个外岛 被中国大陆无人机攻击 也不是攻击 就是去看侦测 然后我们不是有人丢石头吗 是金门还马九 对对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某一个外岛 所以我对无人机的 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玩过 好但是我就问了一些玩家 因为我们蛮多摄影大哥都在用 他说大江无人机很厉害 是它的稳定性很高 尤其它的图传画面稳定性非常好 可能他们用过很多其他的东西 就发现可能会有隔放之类的 但它就不太会有这个状况 然后呢它现在电池一颗 可以撑大概40分钟左右 那这位大哥被我问到 他说他是从15分钟 30分钟到现在40分钟开始买 所以他知道大江的演变过程 现在进步得很强 然后呢我说 那你一台买多少钱 他说如果一台加三颗电池的话 大概是10万元 也不便宜哦难怪 怎么了 就是很多我不知道这位大哥 他有没有买保险 但我知道的一些玩这个无人机的 他们会帮他们的这个DJ买保险 因为上次就是跟那个时尚玩家 一起出去拍摄的时候 他们的我们在一个盒上面 在进行拍摄 结果那个无人机 就在他想要拍这个空拍 有个船的那个感觉 就他不小心掉下去 掉到水里面 然后大家想说要赶快捞起来 其实捞起来不是为了要 能够把它修好 因为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太会弄 是因为他有买保险 保险要见到这个尸体 我才能够给你赔偿 所以说很多人 因为这个一台真的蛮贵的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已经很触及 在我们生活周遭 不过台湾现在公务机关 是完全禁用的 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有一年嘉义的这个国庆 也是用无人机来做一些烟火的展示 然后后来发现 原来是中国大陆的 但其实玩家是说 大部分都还是中国大陆 只是他们可能会去洗个产地 然后就变成是美国的 但其实整体还是中国大陆的 好所以你看大家对这东西 是蛮有频繁的接触 那现在美国企业也告这个大疆说 其实你有侵权 什么美国企业呢 是这个 美国航空及国防企业 它叫做德士龙 他是有说你们其实有侵害了我们两项的专利 所以等等之类的 他希望他赔钱 那这件事情到了法院之后 确实大疆败诉了 他必须要赔这个企业2.79亿美元 大概是85亿的新台币 但是大疆这边也很不爽 他说你这个德士龙根本是一个军用直升机的公司 而我大疆是个民用无人机的公司 这双方的科技没有一个共同之处吧 所以他觉得法院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还会在寻求更好的合法的权利来捍卫自己啊 这是在4月底发生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跟大疆之间其实有一点汉格 对不对不太合 但问题是就算不合又怎样 大疆在美国的事战有七成 还是卖得非常好 对因为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 品牌可以跟他拼 对好GoPro其实有曾经想做过 但是他跟不上大疆的进步 所以后来就决定放弃了 所以你看你自己美国公司都没有在做自己的生意嘛 所以没办法 好但是其实美国他们有做制裁 在2021年11月的时候 他们就有把大疆列入投资的黑名单 甚至也禁止美国的投资人买卖股票 但没办法啊 因为这个市场几乎有点被独占了 所以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的市场 美国大概七成嘛 你看全球喔 2022年的时候是306亿美元的市场 但他们预估在2030年大概会来到558亿元 他的市占率真的非常高 其实就连台湾也是 那我刚才不是有讲吗 就算他禁用 但是可能去洗个产地 对 其实还是他们家的机子啊 所以你要怎么说呢 怎么弊都很难弊 很难禁止啦 好那当然像是美国的国防部喔 他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也有禁止美国人投资就是大疆喔 但是他们的理由是认为说他涉嫌跟中国军方有点联系 好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扯很多喔 那讲到军方大家就想到乌尔战争嘛 因为这次无人机算是一个不对称作战非常好的工具武器 所以台湾就是很多军工业不是也在创造无人机的产业喔 好但是在2022年的大概4月左右 我们知道2022年2月是发生乌尔战争 对 好在4月的时候其实就有乌克兰的这个官员说 其实大疆有向俄罗斯的军队来泄露乌克兰的军队数据 所以这件事情让大疆就是有点饱受说 你好像在帮这个敌方敌国在做一些进攻啊 发动战争喔 所以让很多的网友都抵制 然后呢就连德国最大电气零售商叫做万德成 他也下架了大疆的无人机 但不知道大疆是不是蛮有商业的思考方式 他马上喔 你看2月发生的嘛 2月底 但他马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说 好我们内部已经重新评估了 这个司法管辖区的遵守法规的要求 所以我们审查期间 是停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所有商业活动 那如果他真的是比较偏军 中国大军方会这样做吗 我也是比较好奇喔 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连串啊 就等于是说美国想要进大疆无人机 但是感觉好像也是力有未代 不从心对不对 对就是有点像 让我这件事情让我想到 他很积极的在进TikTok 对 那感觉很像 很像 这些都是都会先以说 这个他们是会危害到美国安 对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说 美国现在打击大疆到底是为了市场 还是真的是因为国安的考量呢 我们问到的是淡江的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林颖佑 助理教授来帮我们分析 我会认为这个市场跟国安这两个考量其实同时都并存 因为第一个我们先从这个国安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毕竟现在的无人机的一个飞行啦 或者是传输啦或者是市场啦其实都相当的广泛 那民间也有很多人会使用大疆的这个无人机 可是美国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今天这个民众在使用大疆无人机来进行一些飞行的话 会不会他原本可能只是自行的拍摄或自行的一些摄影 但是在传输的过程会不会有可能会传输到中国大陆去 讲直接一点就是这些无人机会不会在背后其实里面已经有中国植入的后门 美国担心就是说这些操控的技术会不会有可能流到中国大陆那边 或者是讲的可能这个比较为言耸听一点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会去变相的操作这一些无人机进行一些其他的不管是冲撞啦或者是其他的可能 那这一些都是美国为什么会对于这一个无人机大疆无人机有一些特别的关注的主要原因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大疆无人机在一个成本上面的一个呃在成本上面是相当低廉的 所以你说在民间是否能全部的给他杜绝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是有点困难的 可是美国也会去透过分级的制度让一些公务单位公家机关或者是可能是媒体摄影他不能够使用大疆的无人机 但是如果你民间你自己比如说我就只是在牧场啦在做这个管理啦这个农去牧业的管理 那我使用无人机这个方面可能就可以开绿灯让他来使用 联邦政府要去做这个禁用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 因为其实在一个在在我们常说的一个言论自由或者是网络自由的情形之下 你要去完全杜绝一个社群媒体或者是一个影音平台基本上是很难的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非常多不管是短影音啦或者是一些拍摄啦 其实都可以很明确的去看到这个tick card也好抖音也好的设置上面的使用 那我个人会认为美国现在其实要做的他也知道完全要禁止是不可能的 那他唯一可以去做的基本上就是做分级透过分级的制度 让让这些比如说你公务手机不能使用tick card 或者是说你今天哪些地方不得以使用这种东西来拍摄 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常说的分级制度 因为在网络的世界或资讯产品的世界你要完全去杜绝一些产品的使用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现在人手一级或是人手两级 但是至少要能够做到的是你进到这个地方 你如果你是联邦政府或者是国安单位 或者是你的公司跟国安是有一些相关的 那是不是你的主要负责人你不得使用这一些产品 不得使用这一些账号 那当然你会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小账号啦 或者是另外一支公务手另外一支手机啦 可是至少美国要做到的是在公务手机 以及在一些特殊场域工作人员 我要做到这样的一个限制 用这种方式来限制tick card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是不是能够透过一些宣导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tick card是有问题的 可是其实这个时候也要去注意的就是 会不会有的时候你宣导越多反而是在帮他打广告 类似这样的效果出现 就比如说在我们常说这个毒品很泛滥嘛 那我们说要这个叫跟青少年说 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什么毒咖啡什么等等的 可是有时你越静止反而让更多人越好奇 类似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在今天在防堵跟规范上面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些接近 好看完这个大家无人机之后呢 我们来聊网路媒体 其实这个我也是从电视然后转过来做网路媒体 所以看到一些网路媒体最后说广告太少做不下去的时候 都有一点好像警惕的感觉 想说这个当然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要多支持我们的这个新闻网 感谢这个网友们的支持 那这个网路媒体其实我刚刚讲到说 有些做不下去的范例其实在美国 所以说你看美国他们这种大 算是财团其实算蛮大 但是也有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 可见这个网路在这个这一波的潮流之中 是有面临到蛮多的挑战的 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呢 是最近他们宣布他要申请破产的媒体 就是这一间叫做VICE 那我自己以前其实会看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做的影片非常的有趣 且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竟然可以拍到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的那种感觉 好我先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 我之前看过哪些我觉得很酷的影片 那我现在讲说他们呢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 宣布说要来这个申请破产保护 那公司目前来讲的话 资产是介于5到10亿美元之间 大概有超过5000个债权人 那这个VICE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 从什么出生的呢 他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杂志公司 后来转型成为网路媒体集团 其实我觉得不能叫他纯网路媒体集团 因为他有些东西卖的还不错 就是做的还不错后来有在HBO播等等之类 所以他就是囊括网路电视 传统跟新媒体他都有 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的价值是达到了57亿美元 比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市值还要高 所以市场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高的 那他做了什么 哪些东西吸引到了那时候的年轻人呢 他的新闻相当的前卫 而且是很生活化的内容 那我自己曾经看过的 有他其实蛮常会做一些跟北韩有关的议题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安排这个前NBA球星 小从罗德曼到北韩 所以你看他做了多少的 你知道要去北韩一趟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前置作业然后到现场能不能拍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他还要跟他同框 对这件事情就是他的这个 准备的这个工作要做的非常的足 然后我那时候有稍微 我再回去看了一下 他们为了这个东西 他们当然不是会 不只出一支影片吗 他可能会切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知道他们大概那个影片吧 最最厉害的有达到一千多万点阅 哇 然后其他的 而且是有两支一千多万 然后另外一支一百多万 可是那一百多万大概才四分多钟 你看那四分多钟他就可以 一百多万也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你看他就是会做一些那种 很酷的这种影片 那曾经呢迪士尼跟福斯 这两大集团其实都有投资VICE 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小重罗德曼到北韩之外呢 他们也有拍过ISIS 伊斯兰国他们那种揭发内幕的这种 内部怎么样运作的这种纪录片 这纪录片也相当的惊人哦 他的点阅到现在有四千多万 对这个还蛮夸张 蛮厉害怎么会拍得到 他怎么能够找到里面的线名 然后愿意帮他拍愿意受访 都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不是就是不是这种急救章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作品哦 那但是你看他这么厉害还是 现在是要申请破产哦 那同样跟他有一样类似问题的还有另外一间美国媒体哦 Botsfeed他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呢 宣布财测这个新闻的部门哦 那同样也是因为 诶广告的收入不好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说 他从这个 VICE从新媒体的巨头哦 然后到变成说 我要来申请破产保护 他到底中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哦 我们先来看 他这个其实有点 呃外媒的分析是说 他扩张的有一点太快了哦 因为他后来不是只有 他后来总部就移到美国纽约去了 就不是一个纯加大的媒体 那后来扩张非常快 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而且他有很多的子频道哦 他还有比如说 我专门关注音乐的 我专门关注时尚产业的 我专门关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反正他就太多的子频道了 所以说 你这些子频道跟你主频道 其实资源上面的话 可能就会分配 对分配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个资源分配失衡 所以导致说 其实内容哦 是有一些参差不齐 那本来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种 就是大片 那种小虫到 小虫国的曼到北韩 然后ISIS 这些其实都算是深度内容嘛 但是你可能为了要 充流量 充流量等等之类的 你这种东西成其实成本很高 然后当然你不可能只都做这种东西 所以他就会变得做一些 日常 对跟其他媒体很类似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说 拍一些这种日常的短片 读者就没有那么的多了 那我后来观察了一下他的这个YouTube 其实他也有曾经拍过一些 我觉得还蛮酷的片子 但是可能就是有点十八镜 虽然说画面是OK的 但是议题比较十八镜 比如说就是他很多在谈性方面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其实性是需要老师来指导的 就是美国真的有这样子的老师 他就是到那样的教室 去带大家看说 原来他们这种老师是怎么样进行教学的 我讲的是比较含蓄 里面就是拍的还蛮 所以卖是应该要改不成sex 他真的做非常多性方面的 然后他甚至比如说他会请一些 什么空服员啊 然后就带上面罩来 然后就比如说讲一些他在飞机上面 遇到的一些觉得那种光怪陆里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毒贩啊 他可能他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就是你平常在一般的新闻媒体上 比较少看到的内幕报道 他们还是有在做 那那个点阅也还不错 但是光靠这个 他这个这种的骗子的类型 会变得比较少一些 那还有提到说 他的收入来源单一且不可控 就是他真的是太靠广告了 那我记得一伦在前几集的节目 有提到那个时代杂志 就是他们其实虽然说开放了这个 就是没有付费抢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就是要多做活动嘛 所以说多做活动会不会其实是变成说 网路媒体之后可以来考虑发展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像纽石 他还是说有这种付费的这种订阅 让观众让读者可以来做 讲一个简单一点 就是现在歌手不会再出唱片了 对不对 但他们都靠拍演唱会 或者是在Spotify这样子 但Spotify不是他们主流 他们是靠演唱会跟卖周边商品 或是签名什么什么东西 周边商品来赚钱嘛 所以这可能就要走一个 比较类似这样子的趋势 没错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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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